hello大家好 今天呢 拉姆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价值一万多的一个脏袍 这个是我妈妈那边延续下来的 去年的话为我重新定制了一下 然后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是拉姆的衣柜 上面的话都是拉姆的便装 然后价值一万多的贴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脏袍贵在哪里呢 贵在我们的这个 它是山羊的皮 然后里面的话它是羊毛 但不是那种年龄比较大的羊毛 是刚出生不久 然后有个脚羊 它可能会冻死啊 羊毛的话我们就会收藏 然后弄成这个样子 来现在呢 拉姆给大家上身看一下 好不好 今天一个腰带的话是这个 是我妈妈做的 这个卖的话 不是给大家炫富 确实是这样 卖的话一千左右 我妈妈就光做这一个腰带的话 要隔一个月左右 买了一些 好重呀 就这个样子 特别特别重 在我们的过去的话是比较暖和的 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大概就穿完了 然后呢我们脏袍的时候要脱我们的右手 就是这样 然后我的手是吧之类的话都在纳取 所以我们今天就简单的给大家穿一下 好看吗 为什么要脱这一支呢 就是我们女孩子还是男孩子 以前幕区的话就是方便干活 然后第二呢就是周夜温差大 然后像早上的话我们就刚刚那样 然后全部都穿 中午的时候就把这个脱下来 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就把两个都脱下来 然后后面系一个 然后就很方便 这个全部的话应该就是一万 是没有加上这个 因为这个的话是我慢慢慢慢被传下来的 所以没有加到一起 如果加到一起的话一万多一点点 这个绿色黄色黑色 这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老家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服装 看一下 大小一定要这个样子 黑色要大一点 然后这个要小一点 绿色要稍微的大一点 那么做这套服装的时候 我们要去买这个 还有这些的彩色都要自己去选 然后山羊皮羊毛都是我们自己去买好了以后 送到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裁缝师 让他去做 那么做工也是非常非常复杂 有的人的话是做不好的 需要一个很厉害的裁缝师 那么我这套裁缝的一个价格给了2500 我这个稍微的贵一点 但是有的话比我的这个还要贵 因为他们要求高 给大家看一下我哥哥身上的这个脏袍 这个是男款的 他这个的话价值差不多7000左右 主要贵 贵就在这个里面的是小羊毛 看一下 这个样子 然后男生的脏袍就这个样子 长度的话 膝盖往下一点点 腰带的话我们女生是后面 然后男生是前面 我们这边是这样穿的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 持续关注 还有ins和facebook也不要忘记关注哦 谢谢大家